接下单格的数据的处理 我们要处理这个单格里面的数据啊 首先要使这个单格处于这个可编辑的状态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选择一个单格呢 可以鼠标直接点选 也可以键盘上的方向键 方向键 也可以按这个enter键往下选 按table键 就是横向的选 方向键呢 是任意这个四个方向都可以 就是选择单格 如果我们要对里面的这个数据啊 进行激活的话 我们也可以点一下 F2键 可解键F2键 这个 使里面的这个单个的这个单格进行这个激活 比如说我现在 如果我在这里面输入的话 比如说说222 别看他把原来的数据呢就全部替换了 那么如果我是选中它以后 点下F2键 你看等于呢 比如说我这里面呢 不是222 我是2211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进行插入的操作了 我们只要移动一下方向键 这个然后这个调整光标的位置啊 就可以在里面进行插入的操作了 如果想想这个取消某些数据呢 也可以直接点这个回格键 返回键backspace 对吧 点这个返回键就可以了 就结合这个跟方向键的 然后加F2键进行操作 我们就可以执行更改里面的数据 而不是全部替换了 这是关于这个在里面插入数据 如果我们想替换某个数据 比如说第一个2 我想给它这个替换掉 但是你可以点一下这个返回键 对吧 然后再重新输入一个 或者呢 我们也可以这样 点一下键盘上的inz的键 你看音色的键是在这个位置 点了音色的键以后 我们看到这里面呢 就有一个 如果我们移动一下方向键 就会有一个灰色的一个小方格 然后选中我们当前的所编辑的内容 这个时候我们输入一个别的这个数据呢 就会把原来这个当前内容给替换掉 这音色的键 我们可以进行这个替换 我们按r键可以把这个光标呢 在这里面激活 我们就可以插入了 对吧 然后呢 再结合音色的键 我们又可以替换 然后呢 结再结合返回键 backspace这个键呢 我们又可以进行删 这个删除的操作 这些呢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对这个单格里面的内容 基本上可以进行这个任意的编辑了 当然我们除了在这个单格里面进行编辑以外 我们也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 别看 这个地方我们也 也可以在编辑栏这个地方来进行这个编辑 这是关于 单格里面内容的这个编辑 那有时候呢 比方说在这个地方 我这个字啊 太长了 我想让它跑到下面去 我们就要对这些文字呢 执行一个强制换行的操作 点下F2键 激活对吧 然后方向键移动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我们在word里面打字 打一下这个回车键 对吧 它就跑到下面 但是在这个地方 它跑到下一格里面去了 不能够 这个执行这个强制换行的这个操作 我们再点下F2键 方便定位在这 想对它这个执行换行那就 我们点一下这个 out 加回车键 然后点下回车 再看 是不是变成脸行了 就对它执行了这个强制换行的一个操作了 这是关于强制换行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也可以在单格里面设置数据的有效性 然后这个单格 我呃 这一个区域吧 这个区域里面 我是输入同学的成绩 但是同学的成绩呢 不想让他这个出错 对吧 那最高分满分是100分 那我们不能给他打120分 也不能给他打5分 对吧 要设置他的有效性 我们可以在数据里面 然后找到数据验证 验证 这个地方呢 点下数据验证 现在是任何值 对吧 你可以说 像说这个是整数的 然后呢 最小值是多少 最小值是0分 最大值是多少 最大值是100分 就介于0分到100分之间 点下确定 这个时候 别看我如果输个-5 就报错了 对吧 然后输个120 也报错了 那我输个80 就没事了 这个时候呢 可以这个很大程度上的 避免我们这个输入错误 这个 避免输入错误的这个数据 这是关于数据验证 好 这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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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